好 好 今天才開幕台中神岡區第一家羽球旗艦店這天正式啟用 為台商返台投資垮出了第一步 在經濟部的號召下 這家在全球擁有上千個銷售據點的台商羽球大廠 終於回到故鄉 開設第一家旗艦店準備經營台灣市場 台灣目前我們評估下來大約有兩百萬人在這個羽球的運動當中 所以我們基於這個考量再加上我們陳總 他總是希望回到台灣這邊再 他本身是台灣人 他也希望說在台灣這邊再發集這樣子 那我們經濟部有16個研發法人 比如說像這個工業鏈 比如說像我們看到這邊 他有一些紡織品 我們有這個紡織研究所 或是鞋子 我們的鞋列中心等等這些 我們都可以來提供來協助他們 回台投資的第一步就是準備砸下五億 在全台成立三四個銷售據點 過去這家羽球大廠的產品 有八成是在中國代工生產 如今大陸的投資優勢漸漸消失 於是趁著這波鮭魚返向政策回台 準備把總部留在台灣 重新布局前求 我們來台灣創造30間 北中南30間的專備店 把研發中心設台灣 還成立總部 因為我們公司是國際品牌 已經成為國際成的 而且我們如果是國主的公司 我們將來回台才能做一個集中期的準備 豐州這個地方是我們神剛目前發展最快的地方 這個工業區第二期已經陸續都在進行 繼續進行 所以說設在這個地方 我是覺得說對我們神剛整個帶動 各方面的一些影響會非常的正面 希望政府再加緊這個腳步 除了目前所在做 我們希望再加速度快一點 要求我們的財商能夠回到台灣來 不只是創造就位機會 而且讓我們好的東西 讓我們的國人 大家都能夠來分享好的東西 台商表示 未來會陸續在台設立創新研發中心 並且複製在大陸的成功經驗 從台灣出發再次行銷全世界 記者的講台中采訪到